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如果灯突然灭了 千万不要点燃蜡烛 因为 让你看见不认识的咒语 千万不要跟着念 因为 有不认识的字会很尴尬 别让他妈妈骂着 夜里 在厕所的隔间里 如果感觉有液体滴下来 马上离开 因为那是 睡觉之前 一定要关好窗户 不然 第二天会被吵醒 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当你在一个地方 一直走不出去 千万不要慌张 因为 手机导航一下就出现了 夜里 听见箱子里 有奇怪的声音 千万不要好奇的去看 因为 没有可能是老鼠 万一 接到奇怪的短信 不要自己解决 一定要及时寻求帮助 让他知道互联网 被非法外之地 深夜 家里的灯突然闪烁 忽明忽暗 不要紧张 因为 有可能是接触不了 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路过镜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 因为 我会被自己吓一跳 深夜 千万不要躺在床上 看恐怖小说 否则 会被手机砸脸 也 千万不要在窗前看月亮 因为 风吹得很冷 深夜 不要走进很久没进过的房间 因为 有天 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千万不要一个人坐电梯 因为 没有信号会很无聊 深夜 千万不要剪掉在床下的东西 因为 会摸一手灰 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筷子插到饭上 因为 不得妈妈妈 又把筷子裂饭上 夜里 千万不要一个人自言自语 不然 会口渴 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千万不要在树下游荡 因为 树上会掉虫子 深夜 千万不要和陌生人搭话 因为 他很有可能再打电话 深夜 千万不要对着黑暗的地方拍照 因为 太阳了 啥也拍不出来 深夜 千万不要盯着天花板一直看 因为 脖子会酸 深夜不能做的事 深夜 楼上传来诡异的弹珠声 千万不要上楼查看 因为 他可以让我也解决 收到奇怪的包裹 千万不要打开看 因为 还有可能是快递送错了 深夜 千万不要对着镜子玩石头剪刀布 不然 他会浪费很多时间 深夜 如果电梯突然停在某一层 千万不要走出去 因为 那你不住这层 哈哈哈 是 你不住这层 我也不住了 你不是 你不住